在漫画的领域上 一直都是由日本独占熬头 不过香港也从未缺席过 龙虎门里的王小虎 神兵玄奇的南宫问天 风云中的布金云 只要对香港漫画稍有了解 这些人物都是赫赫有名 如果对于他们有兴趣 那香港漫画《星光大道》 可是不容错过 在这里有着许多港漫人物的塑像 活灵活现让人一眼就认出来 除了上述提及 多次跃上大一幕的麦兜 和儿时记忆里的老夫子 也在行列之中 若是身为一名港漫迷 这里可是天堂呢